我们的题目是机车测距刹车 我们主要的元件有缩动法 超音波感知器 而超音波感知器测距离 霍尔感知器 霍尔感知器要感测车速 IC面板显示车速 和显示出与前方障碍物距离 首先装置两个刹车总方 A总方为原刹车拉坎总方 B总方为自动刹车总方 再装置一个缩动法 左螺及控制法 再制作一个凸轮 当机车行驶时 且车速超过设定速度30公里 前方无障碍物时 自动刹车系统无作用 当机车时速达到设定速度30公里以上 且前方有障碍物 机车前方超音波感知器 感测出超过刹车安全距离 且机车骑士无刹车动作时 霍尔感测器转换成速率表 感应车速得知车速 则启动自动刹车系统 由控制晶片速送讯号 驱动马达的突轮 推动B下车总方 经过缩动阀 逻辑控制 有压送至下车分泡 重生下车作用进行减速 车速降至设定安全车速 及安全车速距离以下 达到自动下车减速作用 使机车保持刹车安全距离 假设自动刹车系统作动当中 即是有刹车动作 或车速降至设定安全车速 及安全刹车距离以下 自动刹车系统解除控制 由于现在系统空间不足的关系 所以我们用模拟的方式呈现 当我们车速在时速30公里小时 距离在40公尺分以内 系统作动 在40公里小时距离在50公分以内 系统作动 在时速50公里小时距离在60公分以内 系统作动 当我们的系统作用时 骑士如果下车的话 系统将会跌倒 本作品让骑士在骑乘机车时 不会因为前方有突发状况 或者前方有危险时 骑士来不及刹车发生意外 让原本的被送刹车 加上主动式刹车 让骑士更加安全 相对的 不用刻意改变原有的刹车的习惯 在前方有车时 不至于车速过快 并提供更良好的刹车距离 达到可以保持安全距离的减少 加上意外事故 透过本作品的设计 希望在未来能够提供大众 在骑机车时更加安全 到达到对于第一个 正面的瓶 会计判 下来 下来